《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收看《時事一丁》 我是李耀基 7月1日民陣宣佈有22萬人參與七一大遊行 事後亦有大批示威者透過堵塞公路 去衝擊政府的權威 其實整個行動已經引起社會極大迴向 雖然事後無論是警方也好 甚至有學者指出當日的人數只有5至6萬人左右 但是以成萬人的規模來說 今次的遊行已經是相當之有一定的民意基礎 而事實上我們見到事後建制派也嘗試說 人數比他們預期之中少只有幾萬人的規模 令到他們都覺得似乎可以鬆了口氣 但事實上以成萬人的規模來說 的遊行其實已經令到社會上不斷有人留意著 現時政府的施政原來已經引起極大的民怨 好像雪球一樣 越滾越大 這個民怨不單止在七一之中爆發 亦都在七一之後透過傳媒或各方面的媒體的報道 令到整個社會已經對於特區政府的施政 關注到一個警戒的級數 而我們看到市民似乎對於特區政府的施政 不滿程度在七一後是越來越厲害的 這就令到特區政府不得不正視現時 無論是施政的問題 以至到最近替補機制的討論 他都必須要作出讓步 雖然特區政府在事後 就將替補機制押後最資深 但我們看到一件事就是 七一上街的市民不單純對於替補機制 一個機制方案立法的討論 而是背後已經對於特區政府 長期以來漠視民生、漠視民意的施政方針 是表達一個強烈的不滿 所以特區政府即使將替補機制押後最資深 其實都無法令到現時的沸騰民怨逐步減溫 相反我們看到一件事就是 似乎這家民間又或者民意也好 似乎是要求特區政府 更快做一個切實的改革 而我們當然說的改革就不是單純 就是希望政府透過所謂派錢也好 又或者透過一些小因小畏去舒緩民怨 而我們真正說的改革 似乎在這家的政治和經濟方針裏 似乎是需要有改變的 政治當然是說要更快實現雙普選 落實這個民主改革 而政治、經濟兩方面其實互為因果 在經濟方面其實就是打這家所謂的利益輸送 傾斜去商界 甚至是特別去名益一些地產商的一些政策 似乎市民長期對於這些政策已經有一個不滿 甚至已經去到一個忍無可忍的地步 所以我們看到今年的七一 以打倒地產霸權作為其中一個口號 亦都吸引到很多的市民是響應的 似乎已經看到一樣東西就是 市民不單純是純粹爭取雙普選這麼簡單 甚至是對於現有的經濟政策方針 是希望有一個徹底的改變的 而今天我們希望可以爭取到的東西 不單純是純粹一個民主改革這麼簡單 我們甚至是要對現有的資本主義 是提出一個極大的控訴 向你誠意推薦I Read I Read 是什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你告訴我I Read 你告訴我I Read 我承認給你 我承認看電子書內容